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下令88万德军部队大举进攻波兰 面对德军坦克飞机的轰炸 波兰军队毫无还手之力 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后 这个拥有一百多万军队的国家全线溃败 超过7的集团军全军覆没 近70万人沦为德军俘虏 而德军仅仅有一万人阵亡 其伤亡比震惊世界 那么德军为何选择波兰为进攻目标 占据兵力优势的波军 又为何抵挡不住德军的猛攻 希特勒实施的闪电战到底有多苦 本期视频继续讲述 荣耀二战经典战役第三期 闪击波兰 闪电战的开山之作 大家好 我是蝉使官 本视频客观真实 请放心观看 我将用人人能听懂的方式为您解读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不放手 就能触发超级赞 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波兰地处欧洲东部 西街德国 东陵苏联 北冰波罗地海 南与杰克斯洛伐克接壤 可以说是欧洲的交通枢纽 战略位置十分突出 希特勒野心勃勃 妄图称霸世界 对于嘴边的这块肥肉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 当时在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 欧洲诸盟国中 波兰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 倘若德国将波兰攻占 那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能获取极多的军事经济资源 另一方面还能极大提升 自己的战略地位 既能将向英法进军的后顾之忧消除 又能建立基地用来袭击苏联 于是 在奥地利和杰克斯洛伐克 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 被德国吞并后 波兰变成了希特勒眼中的香薄薄 1939年4月3日 白色方案正式出台 希特勒要求德国三军部队 务必在9月1日前 做好进攻波兰的一切准备工作 按照白色方案的规定 集中所有的优势空军和陆地机械化部队 闪电般突破波军防线 夺取波兰西部和南部工业区 进而以势不可挡之势直插波兰腹底 分割包围并全肩波兰军团 争取在15天内拿下波兰 然后调回部队增援 可能遭到英法攻击的息险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德军专门组建了南部和北部两个集团军群 总共为这两个军群调配了62个师 共88.6万人 2800辆坦克 1900架飞机 6000门火炮和迫击炮 就在德军紧锣密鼓地调兵潜将时 波军统帅部为了对付德国 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一旦希特勒举兵入侵波兰 要赶在德军主力来不及东调时 抢先占据德国北部 扫除北方的干扰 从而在西部和西南边境进行重点防守 以组织德军进攻 使英法有时间在西线发动攻势 进而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军 一举将其击溃 为实现这一目标 波军专门组建了七个集团军 总兵力约100万人 单纯从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来看 波军的实力一点也不比德军差 甚至在总兵力上占优 但是 与装备先进的德军相比 波军的装备非常成就 其仅有的极少数现代化武器 大部分也已经过时了 空军的824架飞机中 仅有一半有作战能力 装备的870辆坦克 大多数都还处于一战的水平 机动性很差 甚至还有一些是直接从英法两国手中 购买的一战期间的坦克 除装备列于德军外 波军的战斗素质也远远不如德军另外 在外部势力方面 由于曾被自己的两大强龄苏联和德国瓜分骨 波兰一直对两国抱有敌意 片面地与英法交好 一位依赖英法等国保障自己的安全 这种没有实力做后盾的远交进攻的外交政策 为其今后的灭亡种下祸根 同时 由于过分依赖英法两国 波兰人对一触即发的战争 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准备 从而被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1939年8月23日 希特勒为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中 与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部侵犯条约 在解决东部的隐患后 希特勒迫不及待的命令 德军于26日入侵波兰 然而在25日夜里 希特勒又突然取消了这项命令 一些提前出发的部队 也接到返回原出发地待命的指示 原来当天 英国和波兰正式签署了互助协定 协定中称 一旦波兰受到其他国家的入侵 英国将全力支持和援助其作战 再加上德国当天又接到莫索里尼变管 拒绝与德国并肩作战的坏消息 于是 希特勒推迟发动战争的时间 以便有时间对当前的局势 做进一步的分析 但是 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决心已成定局 希特勒认为 既然英法能一再纵容自己 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那么入侵波兰也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更何况 这个军事行动已经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 在8月31日 希特勒发布第一号作战指令 命令德军于9月1日凌晨进攻波兰 他要求德国军人 要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决心 快速结束战争 不给敌人喘息和备战之机 在一些内粹官兵的意识中 希特勒所选择攻占波兰的时机 无可挑剔 不过明目张大 毫无正当理由地向一个国家发动进攻 在道义上很难让人接受 为了消除这种思想 希特勒开始向军士们灌输他独特的强盗逻辑 他说 发动战争的理由将由我提出 无论这个理由是否真实 只要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没有人会来追问 当初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否正确 关于战争最重要的就是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在背后 操纵内粹的宣传机器 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对广大德国民众进行欺骗 德国的宣传机器 如电台通讯社等铺天带地的宣传虚假言论 在希特勒计划向波兰发起进攻的日子 也就是8月26日 报纸上的宣传公示 在戈培尔的操纵下达到巅峰 1939年8月31日 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入侵波兰 希特勒又亲自导演了希姆来计划 一群德国党卫队成员换上波兰军服 袭击并占领了靠近波兰边境的 德国城市格莱维茨的广播大楼 在播音器前胡乱开了几枪 接着一名会讲波兰语的人 念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 在电台前用波兰话亲切问候了 全德国人的祖先 随后他们又丢下几具身穿 波兰军服的尸体 伪造了一个德国军队 被迫自卫反击的场面 现在希特勒终于有了一个 可以进攻波兰的借口 他理智气壮地在广播里宣称 波兰已经向德国发动首轮进攻 德军已展开自卫反击 从此刻起 我们将以同样级别的炸弹回进敌人 9月1日黎明 希特勒下令正式入侵波兰 紧接着德国空军便分支踏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波兰的空军力量 德国空军首先要将其摧毁 波兰的各个军事要地 都已经被德军摸得清清楚楚 且军遭受到极其猛烈的轰炸 凡是德国空军所过之处的地面目标 都无一幸免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轰炸 成为了波兰人痛苦的记忆 由于德军出其不意的突袭 波兰军队根本没有时间做抵抗 处在战场第一线的500架飞机 连起飞的时间都没有 便瞬间成了一堆废铁 不计其数的大炮车辆 及其他自重来不及撤离 被直接炸毁 除此之外 遭受重创的还有波兰的交通枢纽 和指挥中心 面对德军的突然袭击 波兰当局毫无准备猝不及防 只能被动应战 德军依靠闪电站 以坦克飞机开到一路平推 波军防线犹如玻璃一触击碎 此后 英法两国先后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但希特勒根本不予理睬 于是英法两国先后向德国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打响 这场规模浩大的机械化大进军 是史无前例的 有着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 在这场大进军中 顺利地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 指挥第十九装甲军 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至开战后的第三天 波军的三个步兵师 和一个骑兵旅全军覆没 而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 仅有150人阵亡700人受伤 次日 希特勒前往第十九装甲军的 前线阵地视察 古德里安向希特勒说道 在此次战斗中 我们为什么只付出了如此小的代价 就取得这样可喜的进展 那是因为我们的坦克 发挥了巨大作用 德军突然入侵 令波军促不及防节节败退 这是波兰人 也使全世界的人们 首次见识到闪电战的威力 在波军统帅部看来 步兵和骑兵 依然是当前战场的主宰者 他们错误地认为 战争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 缓慢地展开 因此 对德军利用大量坦克和飞机 实施闪电战的作战手段 毫无防备 波兰军队的作战指导思想 整整落后了八十年 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与此同时 波军统帅部队自己的军事实力 也有一种迷之自信 将最后希望完全寄托于 英法两国的援助 因此制定了寸土不让的错误战略 指望通过实施坚决的反击 取得战争的胜利 于是 波军的全部兵力 都被分散在了 长达一千八百多千米的 德波边境上 这对于德军而言 简直帮了大忙 因为德军闪击战术的主旨 就是充分利用 飞机坦克的快捷优势 向敌人后方进行 快速的穿插机动 以闪电般的速度 破坏掉敌人的动员机构 指挥中枢和交通枢纽等 陷敌于瞎子笼子的劲敌 达到消灭敌人的战斗能力 瓦解敌人的抵抗意志 摧毁其赖以支持战争的 国民经济的目的 由于波兰在边境线上 部署重兵 导致波兰本土的纵身防御 兵力不足 德军迅速击垮波军 在边境地区的抵抗后 就在广阔的波兰平原上 横冲直撞 如入无人之境 再加上波军的机动速度缓慢 制空权也没掌握在自己手中 使波军无力组织 德军的攻击势头和攻击速度 在德军坦克集群高速度的冲击下 波军主力不是被歼灭 就是被分割包围 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当波兰遭德军蹂躏时 波兰的盟友英国和法国 却在西线坐拥百万兵力 继续采取首势 对德国轩而不战 对此 英国军事史学家 傅勒这样形容道 当波兰领土正在被德军蚕食之际 西线也正在发生一场 让人感到万分惊讶的冲突 它被人们称为奇怪的战争 而静坐站则是它更恰当的名称 9月6日 波军退集到维斯瓦和以东 当天波兰政府官员 从华沙逃到卢布林 整场战争大局基本上已定 用德军上校冯福尔曼的话说就是 接下来的事情 就只是打一只兔子 从军事角度看 战争已经终结 截止到开战后的第七天 在隆德士泰特的南陆集团军群持续 而猛烈的打击下 波军罗兹和克拉科夫两集团军损失惨重 8日 该集团军群中落的开路先锋第16装甲军 在霍普纳的指挥下抵达华沙南郊 将波军波兹南集团军的退路堵住 包克的北陆集团军群也进展顺利 在全建了波军波莫瑞集团军后 成功夺取了波兰走廊 之后又强渡维斯瓦和 将北面的波兰阵地一举摧火 11日古德里安带领第19装甲军 向华沙后方的布格河前进 准备包围华沙周边的波军 14日从波兹南和罗兹地区撤离的波军 在维斯瓦和以西被团团围住 德军城市攻占了波兰中部地区 对华沙形成半包围的态势 截止到9月15日 布列斯特已经被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包围 为了实现最后的纵身合围 第19装甲军的第三装甲师 和第二摩托化师继续南下 17日德国军队在将华沙包围之后 向华沙当局发布通报 命令其在12小时之内缴械投降 此时波兰政府已经不在华沙城内 而是逃亡到了罗马尼亚 然而华沙城内的守军和民众 却并未就此屈从 他们义无反顾地奋起抵抗 同德军展开攻势 不久 德第八级团军开始攻打华沙 26日华沙遭到德军空袭 27日守卫华沙的波军放弃抵抗 28日德第八级团军司令 布拉斯科维兹上将 收到华沙守军司令递交的投降书 10月2日 最后一直有组织的波兰军队向德军投降 就这样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 第一个牺牲品 仅一个月时间就沦陷了 在历时一个月的德波之战中 德军共有一万余人阵亡 三万余人受伤 波军共有6.6万人阵亡 13.3万人受伤 仅70万人成为俘虏 德国军队在对波兰实施的进攻中 首次运用了闪电战 使世人目睹了现代闪电战的一个完整典范 飞机和坦克这两种空中和路上最新的武器发展成果的运用 使战争舞台上出现了闪击战这一全新的作战样式 这种作战样式也在20世纪的战争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闪击战的关键是实施突然袭击 力争在首次突击中获得成功 在作战中为了在战争一时就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对方的抵抗彻底粉碎 需要留较少的部队在后方作为预备队 并尽可能在其他战略方向上部署最少的掩护兵力 在此次战役中 德军将75%的步兵师 93%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用于第一梯队 使得无论是步兵的数量 还是飞机坦克的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 从而使拥有一百多万军队的波兰迅速灭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